這是這些年齡種種的 大家可以上網介紹一下 東綸很堪亂條款的一個詳細的資料 以及它的一些保條是怎樣進行的 這邊我們上網看一下 它有一個有意外的一些事物 所以說雖然國際黨的 國際黨這些 去台後到台灣以後 一直奉行的所謂勘亂與行憲 變形被政治統治 那實際上是零食教官 作為統治的根本大法 加工憲法 所以它四十年來的這個政權的體制 是以現行的憲法 跟動員勘亂的事情 以零食教官為基礎 然後有象徵性的憲政體制 實質跟實質性的勘亂體制 相結合的一個產物 它實際上是個專制獨裁的一個統治 這是一個 你到了這個獨裁者 這個獨裁者 他就是蔡介石 跟那個後來的繼承者 這是陳奕武的那間座品在二樓 在二樓 應該在二樓 從電梯上來 這是一樓 這個是蔡介石 應該是過世的時候 大概五十歲 四十幾歲 五十歲 應該應該比較經歷過 那這個是高雄 也得到的世衛的偶像 其中一個照片 那父親 在那個 國務內戰時期呢 在通過的時候 被槍傷寄託在老闆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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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尼塞亞的歷史召喚 在這個台灣當代的話 或台灣當代的這個 這個 這個結構裡面 那這裡分成三個 因為人肉的世衛 裡面的父親 或是撒馬拉撒 博物館裡面的農地 或擋個刀下的吸承者 包括在台灣的這些道理上面的 各種住民 都是一個體力 那 原住民這個問題 跟女人肉的 這幾個東西我們可以來講 對付一下 我們要大陸 再入到一些實施 包括最近幾年來 包括那個 花年來的私心品 變成國家公國 然後 剝奪了當地 阿美族的這個 農耕地 他們才起發布土地的抗爭 還有一彎最近的事情 還有包括各種 這些 台灣公佈的這些 這些疫情 好 這一筆呢 我們可以從這些 擴作報名的一個 叫陳寗 蘇寗 蘇寗 我們上一邊呢 進行這樣的一個報導 跟最終 以及探討 那這些文字呢 可以透過 我們去理解一下 人數民呢 在這個 漢人歸屬體的 這個做法合成的理事下 他們的一個 被擴作的一個處境 那 包括這位 人數民知識區 到現在還卡在立島園 所以這些都帶有一些 運動性的 這些物體 所以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主管說 所謂雲林 所以內國是第一的一個 所謂漢人 或者是農民 就是雲林 雲林就是被開除的人 你是少數 所以我們把你開除到 對 因為你要鋪很多樹 所以是雲林的那個 烏根的那個毛巷師 因為你是少數啊 就這一步 所以你應該欺瞞一下 即使你有居住權 那這個文章 大家可以找得下 不要就是不一樣 不要這個 這個所謂的 風景區 因為 事實上是漢人會 強勢進入 進入這些旅館 這些旅館 他們傳統有什麼理由 不過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問題 很複雜是因為 有時候他們彼此間也非常不一致 害怕 如果害怕 不能讓他害怕 蘇宜儒有提到 一個屬於部落的先來寫 但是很可惜 這段話裡面 沒有發展 可能搭配自己 其他家可能沒有發展 不過他提到 有部落先來寫什麼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去想 這個問題 那這些 因為可以補償 那都是漁民 這些都是漁民 然後 好 其實 麻煩那個晚餐 蔡仙肯的 紹興新春 才他 紹興大家幾陣子大 應該都知道了 這個叫聲文